读读读读读读读 土味精二诗成飞 现如今凭借尖二诗和歼诗这两张亮丽的名片 在国产三代机和四代机领域独领风骚 将原来的共和国航空工业长子 沉飞更是远远落在了身后 陈飞也是不负国人重托 鞋抱平平 屡屡的给我们带来惊喜 这部 最近陈飞 又一次将大家的关注焦点 放在了他的身上 这一次陈飞将在无人机林区暂时辉煌 据媒体报道 陈飞目前正在研制一款单号奔引的大型隐身无人战机 另外让人更加惊喜 的是据传他已经完成了他设起飞测试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他将是我国第一款进行弹射实演的无人机 有军事专家这么解读这款无人战机 陈飞专门为正面作战而言之的无人战机 是一款不折不扣的大杀器 突为隐身战机的单仓该专家还表示 一旦完成了设计顶型 这款战机装备部队后将不再像过去的无人机那一样 受限于指挥作战系统而只能高搞侦察 或者带点武器打打地面上的恐怖分子 目前成非开发的这款无人机将会在无人机领域开屁先河 正面作战的时候将会有很大的用途 据悉 这架无人机和传统的四代有人战机那样 尾部也是两个高大的向蓝倾斜的锤尾 这是很明显的为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做出的结构设计 能很明显的散射敌方雷达要射到飞机上的波数 动力系统拥有两台推力50KN级的巡航导弹用的涡扇发动机 在续航力和瞬间动力上有很大的进步 武器系统方面 封影有一个内置战舱 将携带的武器弹药全部内置 这也是隐身机的一大特点 除了一次封影无人机此外 这架无人机最大的特点 还是其拥有和美军F350和攻击机一样的数据链 因此它可以根据任务设定而自主选择攻击程序和手段 可以说十分的智能化 完成任务后自己主动脱离危险去返回基地 如此看来 这架无人机无论是在作战灵活性上 还是在执行效率上 都已经达到了战斗机的诸多标准 未来如果封影进入部队服役 它将和友人战机进行编组 协同作战 美军就曾做过这种实验 并且击败了有预警机 作为支持的八架F22编队 所以说未来封影的前景很是光明 尽管目前它还有持持多多的问题 极大解决 未来它将作为我国的一个杀手剑武器 在突破对方的雷达网上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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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